劉居士55歲 突然精神失常 並且有風濕性關節炎 平時身體都非常好 精神方面也活有病史 但突然的就精神失常了 俗話說風了 住院花了700萬 幾年的心血錢都送到醫院裡面去了 醫院診斷唯一病 自己也逐漸清楚了自己所得的疾病 後來病症減輕 也就出院了 善根屎然罷 別人勸其念佛 也就堅持下來 不再像以前那樣 四處亂跑了 雖然自己的身體有時候失控 但自我意識也漸漸的恢復了 對佛菩薩像 也都能夠分辨了 也曉得念佛對自己的病情有好處 所以就堅持念佛 其實劉居士善根也是非常深厚的 在十幾年前 就已經歸醫了 就連風了的時候 也常常去寺院 又會叩頭拜佛 自從中了地藏經後 變化更是明顯了 意識也恢復了 日常生活也變得規律了 沒有什麼文化的他 如今整部地藏經都能中下來了 劉居士的風濕性 關節炎曾經很嚴重 手指變形厲害 麻木怕涼 這些症狀在仲經的過程中 都有明顯改善 他的女兒仲經也有幾年了 學習和生活都很順利 尤其是剛剛畢業 就在一所大學裏找到了工作 讓很多同學都羡慕不宜 他自認 為是中讀地藏經所織的福德霸 由於劉居士疾病的康復 丈夫也開始真心的信佛了